中共為什麽整理法律對付人民 因為中共根本就不是選出來的 它是用槍桿子出政權 是用武力奪取政權 所以它不須向人民負責 因為人民沒有授權它 只不過它打贏了國民黨 推翻了國民政府 顛覆了中華民國政權 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但是它的手法由1949年到現在 都是國際有牌爛仔 是黑社會做法 聽說得很對 很多觀眾會爭論 共產黨都有選舉 表面上民主上有 那天你見到不敢做就被人抬走 看名單都不行 那你怎麽選啊 你看看候選人的名單都說不行 它那些選舉隔黨 我們以前以為 人民沒有選舉黨都有 原來黨都沒有的 好像這次都證明了 原來黨什麽都是一致通過的 連看一張名單都不行 所以它是沒有民主的 完全它那一套不容許民主的 它叫做人民尊制 人民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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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民主在這裏 人民尊制 很厲害的 平時有人說有民主 人民尊制 現在你看到這個政策 尊制才是真的 人民尊制 是不是都說人民幣 什麽都說人民人民銀行 它那個就是包裝來的 用人民來包裝 其實就是綁架了人民 唉真痛 所以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人民是最虛的 整個國名裏面 人民是一個紙板警察的公仔 到最後又沒有共和 又沒有人民 中華就被毀壞了 剩下一個以黨代國的共產黨 在這裏爬爬爬武 1949年到今天 七十幾年 好像勞馬力這麽大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再跟中共這樣互運下去 不會有好下場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北約 都擺明不妥理中共 就是說你這個制度是不可持續的 你再跟國際上行走 你犯了江湖一切的道義規矩 所以現在香港議會在這個環境下 就是要為香港人海內外 要制定一個選舉的制度 而且要定期選舉 要輪流給那些議員 去代香港人做事 就不要再是香港現在那個立法會 經過完善之後 那九十席 全部都是橡皮圖章 全部都是中共官定的 沒有愛國者治港 是沒有雜聲 是清一色 所以香港議會選舉是有不同的政治光譜的候選人 參選人在裏面 現在就鼓勵大家有志之時 快點看下選舉發草案給意見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是跟大家 Victor 我趁這個節目裏講一句 回應我那個容海恩 叫我回去自首 你聽到了是吧 所以我回應他 我以前不想拿這些講話 因為整個變成了八卦新聞 但是我說我忠狠地回應他 你要退出立法會 不要跟他們同流合物 你明明知道這套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天天上班在那裏做這些無謂的事 有什麽意義 在那裏做戲而已 好像我是立法會 根本是立法會是虛節的 那你在裏面做立法會的意義 更加是虛到不虛的 就是整套戲都是假的 你就做了兩邊做 一個人的青春不是很多年而已 就是年輕人 我現在老了 還有一點精力淨花 我就拼命發揮 一個人趁年輕的時候 應該做有意義的事 不要做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 我看到有很多人打工都是這樣 那些大公司當然不出名 工資也好 人有面子 在大公司坐一整個身體 就是這樣 眨眼就退了喝過了去 人生是不得一次的 你不好好地發揮你自己 做一些有理想有意義的事 這個定義的你個個人都不同 但是坐在一個這樣的立法會裡面 是做一些無謂的事 是笑話來的 天天在那裏做戲 連自己都不相信的事 就是整個大陸的共產黨員 我跟他一樣的說法 整班人天天在那裏做一場戲看的事 完全沒有實際的 你看看現在共產黨做的事 哪一件事有實質的 做的事都是為了滿足習近平的 和人民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自己都不相信的 今天共產黨員已經 除了習近平執責的那幾個之外 已經沒有人相信這套東西 更加沒有人相信習近平 這個就是事實 包括容學 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是讀過書的人 讀過大學的人 這件事沒有你就看不到的 你勸我自首 我又勸你 又是要退出立法會 自己從很低備開始 開始創造自己的理想 追求自己的理想 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 那些全部都是蛇鼠一鍋 可以這麼說 完全是 到你老那時候你就知道 現在我碰到那些年紀大的共產黨員 他那時候已經沒有辦法了 我最好是碰到 我前幾天就碰到一個共產黨員了 說要抓我了 原來我這個公緝這件事 全中國人民日報都有燈的 照片都出來了 說要抓我 但是他到了最後 他為了說我自己一輩子沒有拿到共產黨 就強行自己搞一套共產主義 但是他不信共產黨的人 是住在美國的 那你就知道了 住在美國 你說他信不信共產黨 你這麼信共產黨 你不信啊 你住在大陸這麼多 這麼多為人民服務 他都不信 但是他要堅持 因為他如果不是 他一輩子做的事好像是自己騙了自己 被人騙了 所以你記住我 我這番話我真的衷心講出來 到了你老的時候你就後悔 我現在對自己一點都沒有後悔 我做不到的事絕對沒有後悔 一點都不覺得是風險 因為有意義的 你為香港人做事 你不是嗎 你為香港人有意義的 我這麼大元氣 還可以為香港人做事 這個就是意義的 有幾多人 七十幾歲 每個人都在家裡留在那裡 和孫玩 我可以不用和孫玩 我自己可以出來做事 成功成功 這個不是轉動 好嗎? 我贈回你兩句 我贈回你兩句 好 那你又沒有資深望想和外孫玩 你現在的孫兒 你的兒子也有小孩 所以你現在就被迫不能夠回去 不過你對容海音的忠告很有意思 一個人匆匆數十載 到最後我們灰飛煙滅 都是化作泥土的 其實最重要 我們留下給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念 做人的信念 做事的信念 對公眾事務的信念 我們的信念要一以貫之 如果行錯路就要救回正 所以你的忠告我都很認同 真的希望容海音律師做回你應該做的事 你的年紀是應該大有作為的 在立法會是會毀壞你的前途 因為歷史是會按照人民的意願去發展 到最後 如果你現在做違反人民的意願的事 香港人會記住你的前家公 你說斷絕了關係的 你的前家公 袁公儀先生的忠告是要聽得入耳 請你善思 今天節目時間 很有意思 由Elmer的忠告容海恩作結 其實都是忠告各位香港人做回有意義的事 在我們有生之年 做回幫助香港人 幫助香港人就是幫助我們自己 是 我們自己存在在世界上 不是去做奴隸 也不是去奴役人 就要做回堂堂正正一個人 頂天立地 問心無愧 全香港人現在在追求著 就是一個自由 民主 法治人權 平等博愛 普世價值 包羅勇的一個社會 我們煲底建制追求這件事 追求不是我們在哭幾句就會發生的 就是要做事 歐馬又在做事 循迴推廣議會選舉的草案 選舉法草案和投票方案 我們的節目今天到這裏時間就爆錶 很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按個like share 覺得有意義的 希望大家也加入我們的Patreon計劃 記得多些討論留言區也好 或者是進入剛才我們所說的QR Code 在螢光幕那裏的QR Code 一拍就進入了我們的選舉法草案和投票方案 有了細節的了 很多謝Elmer 今天就一番父母心對你的討論 雖然她未必認你是家公 但是始終你的兒子娶了老婆 這些血液是不能割斷的 希望容大小姐就聽得入耳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獨立平台 支持香港議會的選舉 不是支持我們兩個人 是支持自己 是支持煲底見 支持光復香港 不要說了等於做了 真是要做事 以後我們煲底見才有話說 好 多謝各位 多謝Elmer 下次節目再見 謝謝 好 再留在這裡說兩句 好